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是君主制呢 武力的结构一般就是两种情况 君主有相对优势或者绝对优势 相对优势呢 就是跟所有人比 君主是第一名 君主想坐稳江山 他必须拥有这个国家之内的相对武力优势 也就是说 无论他在一国之内武力占比有多低 他总是第一名 这样呢 他至少能够保证单挑的时候一定会胜利 否则比他强的人一定会把他挑落马下 相对武力优势是君主的及格线 绝对武力优势呢 当然也是第一名 但是他意味着 君主在一国之内武力占比超过了51% 也就是说 所有人加起来都打不过他 他就可以高点无忧了 中国历史上最接近绝对武力优势的当然是秦国 以一敌六 全部把他们打败 通常来说 做到绝对武力优势是君主的梦想 但是呢 成本太高 太难办到 所以啊 君主制当中的武力 通常是处于相对优势和绝对优势之间 相对优势和绝对优势都建立在一个基本的政治前提之上 就是国家的武力属于君主 君权一浪旁落了 君主不会有好下场 所以啊 君主对自己身边享有成功威望的将军们 都是不放心的 两部狼牙吧 最底层就是这么个道理 相应的 一国境内武力越充足 管理和控制的难度就越大 罗马天生就是军国主义 也就是说 罗马不仅靠武力起家 而且靠武力成长 对罗马来说 打仗不能停 就像药不能停 饭不能停 是一二的 和罗马遵循同样逻辑的大国 在人类文明史上还有两个半 一个呢 是陈吉思汗的蒙古 另一个是俄罗斯 还有半个是德国 沿着军国主义的逻辑往下想 你就知道了 控制武力对罗马来说 就是天生的难题 但是罗马没有成功的解决这个难题 所以我才会说 罗马沉于兵也毁于兵 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跟你讲讲 马略的故事了 他是苏拉的老对手 马略的重大贡献呢 是他改革了罗马的军制 改革最明显的成果 是罗马军队的战斗力大大的提高了 但是改革的明显恶果是 军队私有化了 我来带你看看 马略为什么要改革 原来啊 罗马军队和希腊城邦的军队一样 基本的兵制叫做公民兵 公民是城邦的一份子 有权力也有义务 权力和义务合为一体 参与政治和当兵打仗 既是权力也是义务 这种兵制的好处呢 是士兵的责任感和荣誉感特别强 我是国家的一份子 我当然要为国征战 但是他也有弱点 就是规模的弱点 一个城邦 几万公民 最多十几万 即便全部都去当兵打仗 也很难打大仗 打持久仗 毕竟他们还要种钱做生意嘛 当罗马越打越大的时候 问题来了 军队的稳定性和战斗力就不可靠了 先说稳定性 罗马公民征战在外 一去就是几年 十几年 家里什么情况都不知道 等到他凯旋回了罗马 地被人占了 老婆跟人跑了 孩子找不着了 如果分到的战利品和土地还不够还债 你觉得当兵还有意义吗 即便报酬很丰厚 前半生的家庭损失也弥补不了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那些被罗马征服的地区 那些人民要不要给他们公民权 如果不给 他们就不能为罗马征战 如果给了 他们会死刑他地的为罗马征战吗 最后是在苏拉的手上 给予了意大利全境人民公民权 好 我们再说战斗力 罗马人天生彪悍 但是仗越打越大 越打越残酷 官靠天资是不够的 这个道理很简单 天生力气再大的人 也打不过训练有素的高手 罗马士兵在家都是农民 没有专业的训练 公民兵制度实际上就是业余兵制度 在马列改革之前 罗马军队九战七败 损失了二十万 已经到了不改救王国的地步了 说完了马列改革的背景 你就会发现 马列的改革 就是要提高罗马军队的 稳定性和战斗力 一方面呢 马列改公民兵制度为募兵制 也就是说兵员不再依靠公民义务 而是依靠军饷 兵员就大大的扩充了 而且士兵服役的年限也延长了 相应的保障就是军饷 那另一方面呢 他重新枕编了军队 建立了新的军制 首先严肃军纪 荣誉第一 每个军团都有自己的英辉和战旗 他们在 队伍就在 他们亡 队伍就亡了 英成为西方军队的标志 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然后呢 他强化了第一阶军官的职责 保证军团 在战斗的当中 如果被打乱 也能够保持战斗力 最后 他改变了兵种的配比 弓箭兵 短箭兵 长矛兵 相互协作 长矛兵成为重新 为了从分工里边找到战斗力 统一训练 统一武器配备 那就是必须的 之后来看 马列的改革确实达到了这些目的 提高了罗马军队的稳定性和战斗力 罗马战无不胜的神话呢 又可以续写下去了 但是 马列改革给罗马带来了 军队难以控制的致命伤 当然 这不是他故意的 不过 后果非常的严重 我把它叫做 兵随降转 原来的公民兵制度啊 武器是自卑 打完之后呢 卸甲归田 现在 不仅国家提供了武器 士兵也职业化了 军详由国家发放 晋升由国家决定 可是问题来了 国家总是要有人来代表的 于是呢 士兵的军详 级别 战利品 乃至身家姓名 都掌握在将军手里 军队就很容易被私有化 国家危难之时 有人就可以拿出钱来招募军队 为国征战 他的政治地位就建立起来了 兵随降转的恶果呀 比任何人想象的来得都快 马列的老对手苏拉 很快就带兵杀回了罗马城 后来呢 凯撒也仿效苏拉 这些军队的荣辱 厉害 生死 已经不是和罗马关联在一起 而是和苏拉 凯撒这些人关联在一起 所有手里有兵的将军 心里都默念着旁贝那句名言 苏拉可以 我为什么不可以 如此一来呢 国家对军队的控制 就失去了基本的制度保障 和心理屏障 这个时候 说一个中国的例子 你就更清楚了 你想想金中暴国的岳飞 他指挥的军队 叫岳家军 跟他姓 敌国心里只忌惮他 根本不把宋高宗放在眼里 如果你是皇帝 你作何感想 马列留下的病根 之所以过了两百年才爆发出来 是因为马列改革不久 继国就到了乌大维的手里 后来的五贤帝 也足够雄才大略 他们以个人的威望和手腕 控制住了军队 可是一旦皇帝 没有这个本事了 遍地都是暗藏不成之心的将军 罗马必然朝不保夕 终于啊 哲学家皇帝 马卡奥勒驾崩以后 平静的局面被打破了 那是公元一百八十年 因为奥勒驾崩之前 他坏了规矩 把皇位传给了自己亲儿子 康茂德 这在罗马是不合法的 不得人心的 偏偏呢 康茂德又是一个 不学无术的顽固子弟 从此呢 武力就失控了 乱局一发不可收拾 康茂德在公元一百九十二年死后啊 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边 罗马出了二十六个皇帝 这只是被罗马官方承认的 不被承认的自立为记者 还有二三十个 就这么五十几个 无一善终 绝大多数的结局啊 都是被士兵所杀 这个局面一直到公元二百八十四年 戴克里先登基才被终止 你可以想象 皇帝不到两年就换一个 什么概念 罗马完全乱成一团 将军们为了争夺地位啊 跨过卢比肯和 成了家常便饭 每个将军啊 都想凭借着私有化的军队 做上皇帝 这个时候 其实他们每一个人都丧失了 得到相对武力优势的可能性 历史学家把这段时期 做了很经典的概括 叫做兵营出皇帝 后来啊 这种状况 进一步恶化 都不用将军们跨过卢比肯和了 谋权篡位的主力啊 成了禁卫军统领 他们发动兵变 泄袭罗马就可以了 这段时间里边 产生了一句谚语 叫做得罪谁都可以 但是一定要讨好士兵 最后啊 当罗马皇帝变得很简单 禁卫军统领一声令下 士兵们把老皇帝一将赶尽杀绝 把老皇帝和他的朋友们财产一分 禁卫军统领坐上了皇帝的宝座 士兵们拥戴有功 罗马啊 陷入的都只是内战 是万劫不复 中国历史上大将军篡位啊 最成功的 当然是宋太祖召高映 黄袍加身 但是你看 他坐上皇帝宝座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杯酒士兵权 他最清楚 自己的皇帝宝座是怎么得来的 但这还不是中国历史上 最像罗马内战的场景 最像的是南朝 宋齐良臣和五代师国 绝大多数开国皇帝啊 都是兵变夺权上位 绝大多数上位之后呢 都把前朝皇室赶尽杀绝 这有就意味着 绝大多数夺权者的后代啊 都被后来人赶尽杀绝了 好 总结一下这一讲的内容 马略的军事改革呢 确实有力的扩充了罗马的武力 把罗马从城邦式的公民兵制度 升级为适应大规模征服的募兵制 为罗马以武德天下 打开了大门 但这同样也打开了通往不归路的大门 兵随降转 导致军队私有化 军队成为将军们争夺地位的武器 罗马陷入了停不下来的自杀行动 如何对武力进行有效的政治控制 这是罗马没有解决的问题 也是罗马留给所有大规模共同体的超级难题 最后是戴克里仙终止了罗马内战 对帝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组 他升级之后的罗马还能重现辉煌吗 下一讲我就和你分享这个问题 期待你的到来 咱们下一讲再见 咱们下一讲